有个新词打工人 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 那不打工呢你一天活不下去 我们今天的很多后浪过的是一种 自己也不喜欢的生活 这个没有幸福感 没有价值感 处于一个有职业 无事业的状态 到底面临这个局面 我们的后浪应该怎么样去获得自己的事业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富兰大学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后浪专题的第二期 那这些天啊跟年轻的朋友聊天 就有个新词叫打工人 还做出了各种表情包 各种打工人的语录 比如说 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 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 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 但你要知道 如果不打工就会有百分百的痛苦来源于没钱 我们的年轻人语言方式很生动 会用这种对我嘲讽 对我鼓励这样一种语调来说话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意在这个地方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 其实正好就是跟这个打工人这个词有关系 它说明这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呢我们现在太多的后浪 是处于一个有职业 无事业的状态 就是职业就是你的生殖所在 天天干活的地方 那事业呢就是你的心之所往 你想往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就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后浪 过的是一种自己也不喜欢的生活 这个没有幸福感 没有价值感 这种有职业 无事业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 你自己现在所学的专业或者你从事的工作 是不是你喜欢的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扣一 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可以扣二 那我们看看有多少 其实喜欢的有多大的比例 那么有事业的生活呢 其实它是一种很有神的生活 所以这两种状态啊 我觉得通过一个人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那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日本有很多旧书店的一些老板 你看着他为什么开个旧书店 那就是喜欢这个书 所以他和那些顾客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有暖情的关系 我回到上海就首先一点不适应 就是说你到了上海的新华书店去看 就是那个店员 他那个眼神就跟那个卖猪肉的是差不多的 就今天能挣钱买书 明天卖猪肉钱更多 那赶快去卖猪肉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事业 其实是有个很好的衡量 就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就替换 只要有钱多一些 他马上就能换 那这样子肯定是一个 就像个万金油 没有自己内在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种 内在的充实感价值感 他也谈不上有一种很好的幸福感 那么我们中国社会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这样的 是有职业无事业的状态呢 主要的我觉得有三条 是一个呢 我们的后来都是从一个改革之后的 一个高潮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 大工业 然后社会财富生产都在大规模的增长 很大的一个工业丰工 比如说我们国家 五百多个工业门内 那是很齐全的 所以一下子被丰工到各个 不同的专业里面去 进行不同的流水线 其实呢 人对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 我很热爱他 我就进去了 都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推到这些里面去了 比如说电子产业啊 汽车产业啊等等 那人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这个产业本身呢 他还没有成熟的产业文化 比如说中国汽车规模现在全世界第一名 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汽车文化呢 人在其中 是不是就可以很爱这个汽车产业呢 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追求合理化 追求效力化 在这么一个大的市场过程里面 很多人就是一个生产的单元 所以生产线有个特点 就是前面来这个东西 你把它组张起来 再交给下一个 前面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 后面去哪里也不知道 所以人都是单面人 都是链条上的一个断片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对自己的价值就很难确认 那只有确认的就是收入多少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在竞争中长大 虽然都是相对的价值多 就是我要比它好 但是为什么要好 为什么要追求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追求一百分 其实它不是因为我内心 对这个东西很喜欢 而是在相对的 就是我比别人好 那么它是在这么一个 积虑机制里面长大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价值体系 自己到底按什么 其实没有很好的掂量过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 是我们跟我们的传统的伦理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代际伦理 我们的父母为了孩子 是百分之两百的付出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的孩子 自己做到自己的选择的时候 往往就是为了父母的幸福 所以这么一种相互的关系 当然它有非常好的一面 它是我们的一种亲情 但是另外一面呢 也造成一种制约 所以很多孩子呢 它去选择做什么呢 其实没有服从自己的内心 而是服从了父母的愿望 所以我们说 有之业无事业的生活 其实归根到底 它是很累很累了 因为本质上说 它一个人身上背着两种生活 一个呢 就是自己的身体 就是负担的那个生活 一个呢 是自己的心里想过的生活 所以两个人加在一个人身上 那就沉重不堪 所以这时候也难 再也难承受外部 对自己的否定了 也很难承受外部 对自己的那种压力了 所以看那些什么诗和远方 那都觉得遥不可及的梦 对自己那都是一种负担 所以到底面临这个局面 我们的后来应该怎么样去获得自己的事业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事业都藏在我们的梦想里面 这个问题每个人的梦想不一样 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我们所说的事业 不是说是把千万人去追一个东西 过一个独木桥 因为这样的追求只能有一个成功者 大部分都是失败者 那就不会有什么事业了 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一个有差异的 彼此不相同的这样一个世界 一个人当然就不是在一个按部就班的生活里面 看到大家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 而是自己本身有自己的热爱 当然有的人说那都是富二代的事情 我们没钱的人只好打工 但是有梦想的人打工也打得不一样 你看那个著名的摄影师邓伟 从学校毕业以后他学的摄影专业 人家就想的啥事呢 就是拍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 大家觉得太可笑了 那么高级领导人谁离你这个小平民 他不管给全球另外的人写信 要去拍 人家都不回信 只有少数几个回信都客气得很 不能没时间 你看这个邓伟 想办法跑到英国伦敦去打工去了 在洗衣房里烫衣服 洗衣房的运毒特别大 烫衣服很累了 他为什么要烫呢 就攒钱 攒钱以后呢 能到全世界去访问领导人 烫了一年一副挣了点钱 就跑到新加坡找了那个李光耀 哎呀 李光耀追究过他 他亲自又去了 然后呢 写了封信递进去 就说 哎呀 他还是想来拍他 哎呀 李光耀最后还是有点感动了 让他进来了 但没进去以后 他也不跟他说一句话 接着上他站在个走廊那里 站在床边 也不理他 他咔咔咔 抓紧拍了几张 他最后洗出来一看 特别好 窗里透出的光 李光耀严峻的表情 那种政治家坚韧的品质 和他那种面对的困局 所以你看邓维 最后把那个照片 寄给别的领导人 别过人家一看都大吃一惊 最后纷纷的愿意让他拍 最后他拍出了个摄影集 就是全世界领导人 那种全家福一样的 所以就是他这个 一辈子做了一件 别人没做过的事 也是自己心里 特别想做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机会是很多的 空白也很多 就看你有没有梦想了 那个你自己的 那种心理向往 你敢不敢把它变成一个 实际的追求 那这个是你能不能做到 职业和事业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今天社会发展 往前面走的时候 它会出现大量的新需求 你不要坐在那只看现实 看了没出路好像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我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 最大的个教训 就是没有准备 你想一想 文革以前那个时代 国有志 农村集体所有志 谁想到文革呢 文革呢 哎呀 一下子读书无庸论了 哎呀 那么多少人下乡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一下子乱掉了 没有大历史观 哎 等到没想到十年以后 咔一下子文革结束 改革开放了 好多人就没办法了 没准备了 那只有在那个时代里面 在文革中 还在坚持学习的人 他才能在后面 一下子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来 但是好多人 那个时代大学毕业以后 多到了国有体制 就是所谓的铁饭碗 那么就一下子 没想到市场化了 就是一下子 可以个体去办工厂啊 搞经济啊 所以好多人就站在 这个原有的铁饭碗里面 也无法去尝试那个新的 那相反一些人 他原来处境不太好 他就做 哎 抓到了机会 那么后来呢 这种市场化运转 到一段时间 全球化来了 一个那里面展开了 大量的新专业 国际贸易啊 国际文化啊什么 你像我们国家现在 真正能做国际版权的 有多少呢 我们出版社里面 现在最缺的就是 能够做 跟世界文化贸易里面 去做图书版权的人 那就是空白 这样往下发展十年 那就不得了就空白了 那大量的新东西 所以我们说 天地之大 它是融入下所有的人 就看你能不能到自己 那一块 自己最想去的地方 能不能把自己心 放到那个方向去 所以这是时代 给美国的机会 就是看你自己 给不给自己机会 但是呢 你绝不要想象 哎呀一帆风顺 什么都是一床就好 绝对没有那样的事情 就是年轻了 最大的财富就是时间 那最大的这个底气 就是能够试错 我经常想一个年轻人 三十五岁以前 把自己该犯的错 统统赶快犯到 然后你后面知道 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是我到底该干什么 往往就在这个 试错过程里面 我们对自己的内心 又特别的能够体会 所以归根到底 还是要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内心 然后呢 去有所变化 心理的变化 它会带动 你面对的世界的变化 你所看到的世界 也就会不一样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会跟你 跟大家一起 再谈第三个问题 快流动低情感 如果你觉得今天 我和大家的分享 你觉得很喜欢 你就可以一键三年 你也可以有什么想法 在弹幕里告诉我 这样的话以后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 很好的互动 我是杨永安和我一起 与时代同舟共济 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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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